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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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是無語錄,Long Hair on Hair 大家是否看到畫面,有沒有聲音 服務質量好不好,說聲,幫幫忙 其實為何會到現在才做呢 本身就是六點鐘希望直播 剛剛就知道了公民黨 就說黨魁楊岳橋和譚文豪議員 就在立法會向記者交代 公民黨對於去留的決定 其實更加直接這樣說,就是回應這個 今天搞到時候,決定了 這些做民意調查的機構 做一個,據他們所說 民主黨應該有科學性,有公信力的民意調查 就著民主黨現屆的立法會議員 會不會繼續延任一屆做一個民意調查 這個民意調查做完之後 就會有這個約束性的 即是說民意調查,如果決定了是民主黨的議員 應該留,那就留 民主黨的議員應該走,就走 這個當然大家都明白了 這個民意調查 由於是民主黨做,也都是民主黨宣佈 其實應該來說 應該只是對民主黨的議員有約束力 所以其他人怎麼看呢?暫時不知道 這個公民黨也都宣佈了他們是會 跟著這個民主黨做的民調 是會決定去留 即是說和這個民主黨採取同一的立場 其實到現在為止 即是說就這個現屆的民主派的議員 應不應該是接受這個人大的決定 是再延任一年呢? 其實已經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已經是訴諸民調的 當然有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這個民調會不會是 各方各派都承認的呢? 這個訴諸一件事就是 各方各派是相信民調的公正性、科學性 大家都知道的 其實在這個民主派的初選裏面 都是委托了中庭耀他們的機構做這個初選的 所以其實大家就不用擔心公正性和科學性 好了 講到這裡 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 其實都沒有解決到另一個問題的 就是即使在民調出了之後 有這個約束性 我假設這個二十幾個現任的民主派議員 都是接受這個約束 當然已經說 會離開的 即是 不是主流派的人 即是萬必和滴滴 到底是不是會接受這個民調的約束呢? 現在就不知道的 不過我相信如果民主黨做過這樣的民調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會暫時 暫時是會傾向用民調來決定去同流 那個問題 決定了去同流之後 都有些問題是要解決的 就是到底如果流了就怎樣 去了就怎樣 其實這個就是民主黨在這個宣佈說 會委託這個民調的機構去做民調的時候 它說希望至少有一次公開的辯論 那就是說主張去同流的議員 或者不是議員都好 就是說在這個7月初的時候 在這個民主派的初選裏面 勝出了的代表呢 都可能是會參加這個討論 這個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當然區議員又怎樣呢 這個就不知道的 那當然啦 其實在這個民主黨決定了這個 接受這個民調的約束的時候 其實都很多區議員 就是聯署了的 就是聯署的標題就是 分裂關頭必須力挽抗爛 放下成建與團結為先 那這個做法呢 就是說大家在這個爭論裡面 覺得這樣爭論下去都不是辦法 去留的問題應該 掃諸於用民調反映出來的民意 那這一幫區議員呢 其實都是大致上就是一樣的 其實我也一直在說 就是說其實這個35加 和這個現任的議員 是應該坐下來談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點 其實如果你說這個 這個現任的民主派議員 是因為沒有這個民意的授權 不可以再現任一年 其實在這個35加的選舉裡面 就是初選裡面 其實民主黨和公民黨等等 都是拿了那個初選裡面的 票數的大約一半 那個涉及的黨派都是相約的 所以問題就是說 其實你如果說說在這個 因為沒有新的選舉 被共產黨DQ了選舉的情況下 其實在這個7月初的民主派的初選裡面 其實已經是一半半 就是授權是一半半 當然他那時候想不到雙DQ 沒有人知道雙DQ 雖然間我猜到雙DQ 就是說由那一刻開始 那個新的民意授權 就已經形成了 其實如果你這樣相約來算 如果你說那些選民投了票 給信任某一個政黨裡面的成員 去代表那個政黨和這個35加去參加初選 去爭取這個過半數的議席 去實行這個否決權 其實已經給了 所以其實是相約的 只不過在新的議題上面 大家的新議題上面 大家都沒有授權 沒有進一步授權 所以其實那個問題 我會覺得在民調的結果裡面 如果是根據這個初選的結果 可能是非常接近 所以這個非常接近 將來怎樣解決呢 因為民調有落差 這也是一個大家最少是爭取頭的問題 所以這個結論是什麼呢 我就認為趁著這個機會 大家固然可以充分地討論 我希望大家不會 當這件事是一個策略上的爭論 而不是一個根本立場或者道德上的指責 就是其實說 留有什麼好處 走有什麼好處 如果不留在外面抗爭 這個抗爭如果是35加加上現任的議員的話 這個授權又怎樣呢 這個授權會不會在民調那裡做了呢 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厭求長這樣說 如果這個二十幾個現任的民主派議員 是因為沒有授權 而應該離開議會的 那議會本身是不會因為他們走了 是乾淨了的 只不過是他們本身 素主義民意也好 或者他們覺得沒有這個授權不做也好 是令到他們本身沒有加入那個議會 但是議會是繼續運作的 如果我們假設就是說 全部都是建制派充斥的議會 那麼這個議會的運作 將來造成的傷害 或者它是一個橡皮圖章 而簽稱代表香港人 我們怎樣制止它開會呢 這個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說法不是說 你不加入一個 因為沒有了選舉之後 而沒有了這個 投票授權的議會就搞定 而是要制止這個議會運作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上 大家都要談一談 就是說如果是主張走的人 是得到民意的支持的時候 那主張走的人和留的人 以前是主張和留的人 應該坐在一起談 就是說在新形勢底下 是怎樣去發揮最大的功能 去阻止這個延任的延期的 一年的立法會作惡 在這方面其實 這個主張走的朋友 其實應該有更加多的論述 這個論述就是說 如果我們放棄議會那個平台 因為三條戰線 放棄了一條戰線的時候 剩下兩條戰線 那麼這個所謂外交線是怎樣做呢 這個街頭抗爭線怎樣做呢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裏面 首先就是要討論這個問題 反之也是 如果是留的人是多的 是民意 留的人是多的時候 在留的過程裏面 這一班已經在民調裏面 說你可以回去做 在民調裏面 拿了一個所謂無可奈何 是間接的授權之後 這班人又怎樣去跟議會外面的人合作呢 議會外面的人又怎樣跟他們 有一個更加緊密的合作 以至到一個整體的討論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戰略 這個戰略就是說 其實虛同流是因為共產黨雙DQ 引起了一個新的策略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策略是延續到去 就是說 我們如果不忘初衷的 最高最起碼的就是說 這個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如果實行這個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如果實行這個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我們最初是用了這個三十五家 去做這個策略 這個三十五家的策略 到底是怎樣運行呢 如果這個不再舉行選舉 怎樣呢 因為現在很多主張走的人 可能變成了萬年國會 如果你萬年國會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如果這個推論是正確的時候 更加是要深入地討論 因為如果沒有了一年的議會平台 然後這個共產黨 好像這個主張走的朋友這樣說 是繼續延續下去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策略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當這個一年之後 共產黨真的有選舉了 如果留的人 如果解決是真的要留的時候 那怎樣去令到這件事 是對三十五家有好處呢 那自然就是留的人在議會抗爭 那這個抗爭的策略是什麼呢 是怎樣做呢 這個議會裡面的抗爭 是怎樣去跟街頭的抗爭 這個結合呢 就是說我們看回反送中的條例 或者是過去一年的條例 主要都是在這個議會裡面 是阻擋國惡法的過程裡面 是用這個時間換空間 用這個揭露 是令到更多人知道 用這個批判 是令到更多人覺醒 那這個中間的路是怎樣走呢 那我相信這一點上面 是要大家去詳細去了解的 因為今天我們已經暫時解決了 那這個所謂留不留 那個所謂授權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同意 我不知道其他的公民黨和民主黨以外的 這個現界議員怎樣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是會覺得 那個民調是應該有約束 你也同意做那個民調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們留了那裡怎樣做 如果走了之後怎樣做呢 是怎樣去令到街頭的抗爭 是越來越令到更多香港人走出來 令到香港人的意見 在那個抗爭裡面表達出來呢 有沒有準備到一些公民不服從的行動呢 有沒有一個行動的日程和綱領呢 這個都是要討論的 當然你不用說我們定時定後做什麼 但是大致上 我相信認為要撤出議會的朋友 在這方面應該是想得更加清楚的 那如果我們說 將這個東西扣在35加的時候 就是說 為什麼我今天說 就是大家不應該去 就是要去將一個策略的爭論 擴闊到或者是一個上綱 上線去到一個道德立場的爭論 因為如果35加要造成的話 就是說 我剛才說了 因為有一半的初選的授權 仍然是在那個現任的議員 的政黨上面是有選民的支持 那如果35加的原因 就是說要將大家團結在一起 將一件原本很難發生的事情 通過一個初選 變成一個奇蹟出現 那如果今天是大家因為這個爭論 而激指大罵 不是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話 那即使35加將來有機會做到 是非常之渺茫的 第二個爭論就是什麼呢 如果覺得議會沒有用 就不應該留在這裏 或者議會是因為不是一個 合乎這個公義 或者合乎這個程序公義 即是說在現有建制裏面的 程序公義底下 是不應該參與的 是應該用一種杯葛的手段 去表達不滿的時候 很自然就是說 雙DQ裡面的另一種DQ 就是不是DQ選舉 DQ候選人的時候 我會怎麼處理呢 這次DQ了12個候選人 那是不是 如果根據說 不應該屈從於人大的決定 不應該屈從於特區政府 無理的決定的時候 那如果DQ候選人的時候 是不是繼續選下去呢 這個也要解決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當35加 假設是我們在這個 有這個恢復選舉之後 我們組織了那個隊伍去選 如果達不到35加的時候 又是不是繼續留在議會裡面呢 因為那個議會就很不義 因為DQ了我們的候選人 令到我們是沒有辦法達到35加 或者原來這個選舉的制度 有這個功能組別 是阻礙了充分的民意表達 所以是不義的 那麼我們是否應該 是繼續去參加選舉呢 如果參加選舉 達不到目的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走呢 這些全部的問題 都是由這次的雙DQ裡面 由於說 如果是得不到一個適當的授權 是不應該做議員呢 那就是說在一個制度裡面 原本已經是 適當的授權受到了歪曲 那我們繼續做不做呢 是吧 或者是否說 好 我們35加其實都明知道 是這樣的了 不過我們覺得民意是很厲害 那我們就算是毫給你 我們都拿到35個議席 所以我們進去裡面 就可以用這個 行使這個 全面的否定權 迫使這個政府回應訴求 令到他們不能夠亂來 那這個做法 如果不夠35的時候 譬如說只有30席的時候 那30席的議員 到底應不應該就任呢 還是不就任呢 所以如果說這個 用授權這個 有沒有民意授權 去解決去留的問題 其實是令我們 會想得更加多的 未來策略的問題 也都會是檢視整個 我們對於議會鬥爭 議會抗爭 那裡邊的一些基本原則的問題 這個基本原則的問題 就是說 當那個 我們在競選的時候 得不到一個否決權的時候 那麼香港的議會 還有沒有可謂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是區議會的問題 就是說 當民意決定了要去 就是說 因為民意的授權沒有了 因為共產黨雙DQ 所以我們缺脫退出議會的時候 區議會本身 都會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因為區議會本身 是一個諮詢的組織 大家都知道 雖然在11月贏了很多議席 但是現在這個特區政府 是對於區議會裏面提出來 討論一些議案是他們不喜歡的 他們都不會認為你有權去討論 不提供秘書的服務 不會讓你開會 在這個問題上面又怎樣去想呢 而這個未來因為 我們解決了去留的問題 之後形成一個新的平台 它怎樣變成一個 是香港人看得到 聽得見 很清楚的一個另類權力中心 它組成是怎樣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有辦法去選 我們很簡單就是 你這個原來原任的議員 或加上三十五家的民主初選的得勝者 再加上區議員是不是呢 或者區議員裏面是怎樣選的代表出來呢 如果區議會果然是 我們認為它是沒有用的 為了要壯大那個 這個所謂杯葛不義政權 杯葛不義選舉而傳遲的 那又怎樣運作呢 以後 這個全部的問題 我們都要坐下來去解決 尤其是 當我們退出了議會之後 區議會就變成了另一個議會的平台 就是說很多事情在立法會討論 因為我們沒有了代表之後 我們要在區議會那裡反映 這個區議會裡面的區議員 應該是怎樣去配合呢 這個應該是大家要去細心思量的問題 所以我的意見就是說 暫時因為這個 用這個民調作主 去解決了大家 那個最基本的爭論 就是說 怎樣解決一個 留在立法會 因為離開立法會的授權問題 但沒有解決到我們 由於這一次的雙DQ 而引伸出來的無限量問題 其實我自己的意見就是說 在留的議員裡面 其實他很簡單 就是說 那個平台本身是不應該荒廢的 所以他們的說法就很簡單 三條戰線繼續做 是不是 而主張走的人 主張走的朋友 就有一個更加大的問題 因為當我們說 沒有這個正式的民意授權 是不能做代表的時候 我們都要在我們自己裡面 就要有一個授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即使沒有一個制度上的授權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責任 當我們覺得 走了是會 對整個抗爭是有幫助的時候 就應該提出在議會外面怎麼做 我覺得其實 我看了這麼久 很多人都是說 如果這個議會外面怎麼做 是不是包圍立法會 還是公民不服 沒有說到 所以其實那個問題就是在於 第一 是否做這些事情 是否做這些事情 是令到街頭抗爭的運動 能夠發揮到香港人 除了投票之外 更加能夠Empower 他們 更加令他們有個參與的程度 更加自己去參與 而不是投票委託人 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說這件事暫時做不到 一定是留在國際線的 國際線是怎麼做的呢 其實我覺得中間有一個討論的 就是說 如果這個泛民主派 或者那些原來原任的議員 是原任一年 就會令到外國制裁的時候 是這個 左手左腳 不過我覺得原因似乎不是很充分 因為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 有很多在五眼聯盟裏面 或者在其他不是專制的國家裏面 都會因為疫情而順延選舉 當然不會像我們這樣 一個政治史 說明一年 一年就是通過惡法 就去找大灣區的人下來投票 或者在上面投票 避過疫情 但是問題就是 當他們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怎樣去 用一個嚴厲的制裁 他們在自己的國家都做過的事 你也可以這樣說 因為那個就是由人大決定的 是不義的 這個DQ候選人是不義的 當然可以這樣說 當然可以這樣說 但如果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國安法》已經夠了 不用再說了 《國安法》是最大劑的 就是說 其實在《國安法》通過的前後 已經是開始了整個制裁的過程 你看美國都是在那時候 那麼 那麼 所以很多人就說 其實你 你笨蛋了 是不是 如果 我們認為美國不會制裁 或者不會因為議員不肯留在議會裏面 不肯留在立法會的延任 而是去制裁這個共產黨 或者是這個香港的特區政府 是不發生的 他說 如果你要是繼續辭職 這樣才會加速 那是很簡單的問題 有很多人就說 你讓周庭和肥皓黎拘捕了 都不敢對他們立即檢控 不敢不讓他們保釋 這個證明了壓力在這裏 因為如果共產黨不怕美國制裁 應該是把肥皓黎和周庭還押 是否可以 我想提醒大家 是這個 《國安法》過了之後 是由美國去點了11個 《爛坦》的名字 是制裁它之後 而中共去反制 喜歡好不喜歡好 反制之後就拘捕肥皓黎他們 是嗎 如果大家看回視訊 就是雙DQ 就是說 在星期五 在禮拜周末的時候 宣佈了DQ候選人12個之後 再DQ選舉 就是混在一起 是嗎 所以其實你看到的 共產黨是準備了 即是說 賊老刺沙包 所以我會認為 如果認為肥皓黎和周庭 是沒有即時受檢控 還可以保釋 是證明 即是美國佬那個壓力是很大的話 其實你要想一想 就是共產黨已經是 即是用一個所謂反制的方式 即是回應了那個11個人 11個《爛坦》被人制裁 所以你不可以反過來這樣說 其實是互相在抗爭 所以如果你說用這個方法去證明 用這個例去證明 其實壓力會大 如果你不留任壓力會大 其實是未必的 尤其是 這個消息就是 袁弓夷先生說 蓬佩奧見過我 即是 如果你們繼續不留任的話 即是對不起五眼聯盟 對不起蓬佩奧 因為人家都不知道怎樣制裁 其實都沒有這件事 他沒有見過 第二又說 末代港督彭定康去了海牙 也是沒有這件事 所以大家在看這些消息的時候 在這些小道消息 或者推論的時候 應該是反覆去看 去想清楚主持和恩果的關係 希望大家明白這件事 好了 到我們暫時有一段落的時候 即是說我們大家已經可以因為 為民主黨主張做民調 公民黨附和了 回應了 解決了一個所謂授權的問題 我們要做好剛才的討論 大家把心神說一下 不同的沙盆推演、方案 有沒有行動綱領 整個策略是怎樣做的 其實你在這裏爭的 其實這個共產黨是博猛的 是吧 大家在這裏 因為我們是一個 是相信民主的 所以我們為了一些原則的問題也好 一些怎樣去運行過策略 而要得到多數人去授權去做策略也好 我們在這裏爭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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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共產黨就開波了 很簡單 這個 這個 林鄭月娥就打了張牌 出牌 就說我要防疫抗疫 那他就 我假都不放 我要開行政會議 開行政會議之後 就召集那些立法會議員 當然是應該 這個 以這個 保皇黨這幫象皮圖章為主 是吧 因為他們是知道的 大家都說過很多次的了 民建聯、工聯會等等 這些保皇黨 就會知道了 大約政府想怎樣做 他就會提出來 政府 我現在要求你 做這個 周瑜打王蓋 一個怨打一個懸崖的活劇 那他們現在會做什麼呢 就說召一些立法會議員回去開會 開會做什麼呢 真的說了好笑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在這個 最近幾天 共產黨和特區政府頻頻出招 大家在做一場政治大戲 就是說 你們 這個 香港人要我們救你了 這個 共產黨 這個 祖國就會 無條件 全方位幫你去抗疫 現在我們看到了 方艙醫院 火神山 全部都出了 然後還派大陸人下來 做這個 所謂 這是自願性的全民檢疫 其實講來講去就是一件事 就是將他們做出來的禍害 然後反過來 當作公職 總而言之 有錯不是我 有禍你來黨 有功我就領 現在整個過程裡面 整個政治過程 就是想告訴香港人 其實我們才是做事的 我們做的事是頂呱呱的 第一 無論大家 將來留不留在議會上 在這個問題上面 由現在去到9月30日 我覺得其實大家是要表態的 不單止是這個 現任的立法會議員 其實我剛才說了 現在已經慢慢要變成一個平台 在這些問題上面 到底是不是我們去給錢 去解決大陸的產能過剩 因為他們有很多事情 做完之後 多了要賣給我們 是不是就照單全收 我們會不會代表香港人去監察他 令到他不會變成一個採集DNA的過程 是否我們會去監察他們有沒有私傷受受呢 好像講這個檢疫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根本都不是做檢疫的 用幾間公司來做 就算是在築高灣那裏建一些 所謂類似火神山的東西 又是被大陸做 我覺得在我們覺得要抗爭的時候 在這些香港人受到影響 或者他們很關心的時候 一個抗爭的另類的權力中心 其實是要在這些問題上表態 尤其是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現在大家都說沒有飯吃 我也講過了 曾經我引述過 有一個機構做了一個訪問 很多人說 其實我只有六個月使用 不單是窮人 中產階級也是 這個特區政府有什麼救他們呢 我告訴大家 真是這麼無恥的 這個羅志剛就說 第三期的防疫抗疫計劃裡 你不要預有保就業撐企業基金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我不會再給錢 藉著這個救市去救人 是嗎 你現在如果停了這個所謂 保就業撐企業 即是說將來會更多人失業 他都會說 我幫不到多少 長期這樣派會乾堂 我們用了差不多三千億了 再做多兩期要給多 最少六百億 所以你們不要想 這些事情第一是沒有用 第二是短期的 現在短程怎樣呢 就是原來沒有 是不是離譜了 另外又不是 他一講完這件事之後 就叫大家 就像習近平這樣 叫大家吃草 如果有什麼事 好了 他說 很多人說 你給了錢 那些原本都已經不用虧 或者賺到盤滿撥滿的機構 你現在有很多放無薪假 或者實際失業的人 我主要分享這個方面 失業的人是不夠的 現在已經24萬 即是說 補就業撐企業是給錢 老闆去繼續請人 所以現在跌了出來 變成失業的人 都一定不算在那裏 都沒有算在那裏 都沒有算在那裏 放無薪假 或者開工不足 吊鹽水的人 那裏大大說 有四百人 即是有很大機會 有四百個家庭受影響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你一停了 即是說 你停那個撐企業補就業的計劃的時候 即是說 將來會越來越多人失業 那你又 一路都不夠那些失業的人 我想問 那些人怎樣 他又說 我們沒有錢 要多花六百億 我想說給大家聽 如果一回進去的時候 如果再開會 一定會討論那個 這個明日大嶼的計劃 明日大嶼只是開工 做研究都五億五千萬 根據政府的粗略估計 都六千七百幾億 阿哥 六千七百幾億 是要來扔錢下海 是要來津貼這個大陸的 企業在香港賺錢 香港有錢人賺錢 去解決大陸產能過剩的問題 就好像 這個 港珠澳大橋高鐵一樣 即是大陸的鐵公雞搬下來 是嗎 鐵路公路基建 你講得這樣 而明知道 那個失業的人數 是會因為 你那個停止那個所謂 撐企業補就業 是會增加的 那你為什麼不會去幫他們呢 是嗎 那他說 我幫不了了 沒有錢 你沒有錢 你就不要做這個 明日大嶼 明日大嶼可以改是 後年大嶼 沒有錢的時候 拿香港人的錢先救香港人 是嗎 就算是拿錢去做事 都是針對著香港現在需要的事情 譬如現在你院舍服務不足 這個弱勢社群在疫情裏面的服務不足 加強清潔 那些事情你要先做 建多些公屋 是不是 一樣請到人的 為什麼你不做呢 他不是的 他現在說 陳茂波就說沒有錢 萊茲哥就說你不要希望 那他做些什麼呢 除了是 我們看到明日大嶼之外 我們都不要計 我剛才說的那些 因為籌用大陸的東西 浪費的錢 那個口罩 7億那些不是錢 是不是 拿來救人就可以 但是問題呢 他就想得了 既然你們說 這個有很多企業 拿了錢 其實呢 都不是虧錢的 他第一 第二 他未必是拿來出人工的 不如叫他們吐出來 他現在就說 百佳為康 不如回饋市民吧 真是笑死人 我不是說叫他回饋不好 一向我都認為要回饋 其實很簡單 你要有錢都回饋 要什麼 我給了錢你 你可能拿得不其所 你吐出來 實際上 一向都不其所 地產商繼續賺錢 喂 現在 他有另一招 那招是什麼 就是突然間金管局 說 喂 現在我們覺得 那些商店好像不太行 那些銷售 那些銷售不行 那些租金跌 他又說增加這個 這個按揭 減低首期的上車 即是商業樓宇、車位 這些是炒空了 他又說減低那些上車費用 你要給六成的首期變成五成 如果你在海外 就四成變成三成 喂 這些是什麼 這些不是說 那邊餓死人 那邊就說 喂 那些香水賣不到 那些波柱賣不到 不如我們 令他多賣一點 是嗎 這些措施 只要做什麼呢 就是說 令到原本賺錢的人 是得益 很簡單 賣不出去的人賣到 想買的人 可以買多些 買多些 就說完了 那這個做法當然是會 有人入市 入市的時候 就會令到 頂得住那個 那個 因為疫情也好 各樣做 經濟衰退也好 是造成的一個 商業樓宇的買賣 和車位的買賣的萎縮 是這麼做的 我告訴你 做這些生意的人 逆市都還有錢 去買些東西的人 當然是有錢人 難道你和我 我們現在去買外賣就可以 買外賣八折就當是 撿到了 所以你看到的 根本 我們自己為了 我們自己 要解決 這個去留和認受性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已經在做事 是不是很簡單 如果你真的要救香港人 你說我們要多花幾百億會死 我想問 如果你覺得 你現在做這麼多事情 叫大陸人下來 做一場大龍鳳 表現他們 那種所謂大強國能力 去做這個全民 自願檢測也好 做各樣東西也好 都是說要對付疫情 現在你做做一下已經向下跌 意思就是有個見底的機會 我想問 如果有見底機會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是拿錢去救現在 你現在在隧道裏面可能看到江的人 因為你覺得疫情受到… 因為你會找大陸人來幫忙的時候 會制製到 那個所謂無底心談是沒有的 為什麼你不救他們呢 是要幫有錢人呢 如果你叫這個百家衛康 嘔吐水出來 我就不用說了 我是社會文言都說過 其實在三月的財政預算案 我們已經說了 就是派一萬元 那些我們已經說了 他現在已經做了 我們就說 除了承承抗疫防疫基金之外 要承承300億的失業援助金 不設入息資產審查 津貼是每個月 正常收入的80%上下16000元 最多拿6個月津貼 已經說了 那你又說沒有錢怎樣呢 沒有錢你就不是叫百家衛康 便宜些買東西給人 而是我們那時候已經說了 就是在疫情期間要新增抗疫稅 對象就是2019年到2020年貨稅年度 英平稅利潤大於5000萬的企業 他就嘔出來 加多30%的利得稅 現在不是拿去命 是我們快要死 他還在發財 你還要給多些津貼去 讓他發財 用不著跟別人計算那些破壞數 就是將這班人 繼續在香港賺錢 得到你這個香港的人 造成一個環境給他賺錢的人 變成一個抗疫稅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如果他賺錢的人 賺錢人家叫人家回去開會 那你現在我們不可以賺錢 是吧 那我們就跟他說話 照說 是吧 越大聲吵越好 那你都要話聲夠大 就是大家要談 我講的平台 就是大家要在疫情的問題上面 在疫情造成的失業貧窮上面 在疫情出現的時候 這個特區政府是濫權 去做一些損害香港人利益的事情的時候 要大聲一點 大力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形成 除了去留之外 我們告訴香港人 我們是會為香港人的利益做事 尤其是為香港大多數的人 不是那些有錢人做事 這個就是我講的 我們將來在整個民主運動抗爭的時候 我們找到一個民主運動的動力 找到香港人去認識 這個民主運動裏面的人 他的主張其實 除了是說這個 我們有基本的人權 應該有普及平等的選舉之外 我們主張的東西是對他有利 我們要談這些事情 我們形成那個 我剛才說的那個 這個未來一年的雙重的權力中心的時候 這個是必不可笑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到 我們除了解決去留的問題之外 由於這個問題引起的東西 我剛才說了 大家要神思熟慮 要繼續給多些的力氣去解決它 第二就是應該在另外一方面 搭幾個平台 令到民主運動裏面 是代表越來越多的香港人 意思是甚麼 政治是甚麼 政治就是話語 政治就是論述 政治就是一個 這個令到你得到更多人支持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這一點上面 不單止在去留的問題上面 拿到一個共識 在去留決定了之後 我們的策略是怎樣阻止不移的立法會 還是要針對齒婆這幫人搶錢 針對齒婆施虐香港人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把更加強大的聲音 更加根據我們的主張 組織更多人走上街頭 這就是民主運動一個動力的問題 令到更加多人 更加多普通人會明白到民主的好處 我講到這裏 我希望大家會分享這個節目 亦都希望大家捐錢給社民連 上次多謝大家 再記住 如果你是覺得喜歡的 或者是不喜歡的可以給我們意見 因為我現在不太習慣 就看不到那個螢幕 就沒有回應 大家對不起 可能大家有寫的東西來 記住Share 捐錢給社民連 我們是很需要大家的捐助 因為我沒有了議席之後 大家都知道 我對社民連的捐款是沒有了 現在在限聚令下 我們都很難和大家見到面 即是說 和大家在街頭看到 大家可以直接捐錢是更加難的 大家看完之後 麻煩看看可不可以做預捐 可不可以一次捐款 希望大家多多批評指教 我是長毛毛雨露 Long Hair On Air Bye Bye